Hello,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卸纱窗快捷插窗户的好办法 首先把这个curtain卸下来 这个纱窗边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handle,就是小黑的东西 然后那个黑的,然后两边往这扒了以后,再把它从里面抠出来 抠出来,这种办法也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纱窗,它的这个corner,在这个边角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像这个角的地方,像角的地方都是一些塑料的 那么塑料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老化了 老化了以后呢,它就很容易break,就是这个角就很容易断,破 那断了以后,这纱窗就等于够坏了,你还得要买一个新的纱窗 所以clean的时候,最好不要把纱窗卸下来 因为你卸了以后,这一个很容易把它break,把它弄破 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原来的一些空间,一些seal的都挺好的 你要是这样把它弄出来以后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seal就没有这么封闭 就没有这么好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keep的,不要动的 然后呢,我们就clean 硬的时候就是说,用一个海绵,这样一个海绵 然后弄点deturning,liquid,deturning,可以在这上面 我们就可以这样,就擦了,就可以多擦起来 擦好以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关了它 关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从外边,用高压的水枪去吃它就可以了 刷干净了以后呢,这样,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窗户呢,我们把它拿下来 那么怎么拿呢,首先把它拉开 拉开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上面有一个stopper 也就是说,有一个白的一个塑料的东西 它可以这样的把,让你的这个窗户和这个之间的距离变得短 所以说它里边有个塞的,一个滑的东西 那么这个塞的东西呢,它就是让你窗户不要上下 这样不会掉下来,这空子,让它距离缩短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你为了把你的窗户拿出来 那你就把你的这个stopper拉到边上 拉到边上以后,这样的话你的窗户 它的上下的空间就变得大了 变大了以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往上一推 一推,这样的话就可以拿下来 然后就可以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把它擦干净 或者是这样的卷一屁 你就这样擦干净 擦干净了以后 看,擦得非常的干净 这样这个沙窗就擦干净了 以前的时候我都是把这个沙窗卸下来 我的有些朋友他们也是这样卸 卸的,所以十次都有五六次就break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坏了这个沙窗 你像这样一下,你的沙窗就清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是按照常规的办法 就去清理这个窗户就可以了 好,那么现在我可以秀给大家 怎么打净这个沙窗 这个窗户 那首先呢,你这个就是 spray一些 就是擦窗户的液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很黏的这个东西 我们再来回刷 刷的目的就是把黏在窗户上的东西 我们全都擦掉了,刷掉了 刷掉了以后呢,下一步呢 就是说把这个窗户 比较大的纸 然后呢,这个大纸 我们spray一点 这个窗户擦的东西 这样spray一点 spray一点以后呢,不要太多 这样的话,让它有点湿润 就ok了 这样这个窗户就这样 左右的 上上下下左右的 就非常干净了 然后我们再同样的 我们再做这一面 就擦干净了 可以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那么放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同样的 就是Leworth的过程 就是放 抬高它以后放进去 放到这个槽里 放在槽里 然后我们把它关好 关好以后 然后来回的 make sure它好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stopper呢 把它回到中间的位置 这样的话 保持它距离短 这样这个窗户不会 从外面可以打开 你让它看 你看 这个窗户就擦干净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擦擦这个 我们也擦擦这个 整理是clean了 然后我们再到外边 做同样的 我们就可以 我们再clean外边 ok 你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反光 实际上是这个窗户就是非常的干净 有非常透明的原因 那么现在看我们擦过的这个窗户 都干净啊 非常的漂亮 就好像没有玻璃一样 挖得很小了一点工夫 我们就可以把窗户擦得很干净 而且造成破坏的这种可能性 降低到最低点 就是不用把刹窗卸下来 也可以把窗户擦得非常干净 那我把窗帘又都放回去了 你看看 漂亮吧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